很多小伙伴看到我上次做的南瓜小人 表示还是不懂怎么用自定义模拟器 这次我就把灯灯抓过来 给大家来一期手把手教学 大家好 今天我和伴拉一起来教大家 做一个超基础的惊喜礼盒 学不会退学费 我们开始吧 先放上微缩模型制作台 然后用白色印纱块 做一个大大的长方铁 这就是盒子的雏形啦 接着利用测距仪找到平分盒子的线 这就是开盒子的地方 然后根据我们做的盒子的大小 把掀开的盖做出来 一个简单的长方铁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放一个工作台 制作盒子里的惊喜 如果想吓人呢 可以做个十字架墓碑 想送给喜欢的人 就像这样搭个爱心吧 等等 他俩看上去 好香啊 好啦 各部分准备完成 好啦 你去上色吧 我最怕的就是上色 这么大一个盒子 我得吐多久啊 速战速决 先选棕色 给盒子描个边 然后给它填上喜欢的颜色 强烈建议官方 推出一键填充功能 这位大盒子 我能涂一年 一年后 总算有个样子了 可还有两个部件没上色呢 上色完成 等等你看 漂不漂亮 很棒 只是 这绿色看着怪怪的 想要生活过得去 头上总得带点绿码 别说了 快去给它们赋予灵魂吧 好 我再加点细节 先用灰色 先用灰色给盒子封上胶带 再换上标志 最后喷好条码码就能发货了 拿出来看一下效果 港港港的 现在给其他两个秘密 制作出来吧 还不错 现在开始建立模型吧 我知道它们是啥 拖击完事了 拖击完事了 领盒拆开之前 我们要把其他的部件 藏进盒子里 像这样 把它们拉进去就OK了 半拉 盖子怎么做错了 重来 没趣 这好像是你煎的 对不起 我这就重新调整 这个尖尖的是啥 碰到bug了吗 又重煎了一遍 赶紧开始做动画吧 每帧是0.1秒 我这里设置为100帧 表示整个运动为10秒钟 将之前藏起来的盖子摆放好 在第50帧时 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利用左下角 圈圈选项的三个条 让盖子旋转起来 你依然可以不知道它们是啥 拖击完事了 把现在的样子 打进第60帧 这个盒子 就会在这10帧里 缓缓打开 然后让礼物在第65帧时出现 看看连续动画 没有问题 可以命名取出了 放出来看看 诶 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 我自闭了 可动画预览里确实没问题 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莫非又是bug 可动画预览里确实不可